一幅画卖上千美元的华裔女艺术家 你知道一天过得能有多潇洒吗? 早上八点 这位名叫阿什利的女生 就会准时从床上醒来 她今年29岁 目前跟丈夫生活在美国 阿什利现在的职业是一名全职艺术家 每月的收入能达到将近两万美元 起床后先收拾好床铺 阿什利就会去刷牙洗漱 由于自身职业的原因 阿什利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 因此可以自由安排每月行程 她每天早上大概18到9点起床 随后花一小时护肤和化妆打扮 等时间来到早上9点 阿什利换好衣服 就习惯去厨房烧一壶水 接着冲杯绿茶吃点早餐 吃完她还要给绿植浇水 顺便回复几封工作邮件 由于阿什利目前的销售渠道 主要还是通过网络的方式 所以坚持拍视频分享到网上 也是她每天都要坚持做的事 等把早上该做的事处理完 阿什利就要带上画画工具 准备出门去进行创作 当然她并不会每天都出门 而是每周固定几次而已 除此之外 她平时也会出国旅游找灵感 毕竟只有多去新鲜的地方 才能有更好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阿什利是硕士毕业 但她的专业并非是画画 属于是半路出道的艺术家 主要是婚后她没有找工作 才想要找点爱好打发时间 不过没想到才刚学不久 就有网友喜欢她的风格 于是阿什利尝试创办了一个线上画展 并且很快就销售完第一批作品 至于作品价格则根据尺寸不同 分别从几百到上千美元不等 如今她正在筹集第二次画展 出门找到一个合适位置坐下 阿什利很快就画完一幅作品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质量 能值多少钱吗 阿什利直言 自己不会每次出来 都要求画多少幅画 一切根据灵感而定 等阿什利完成第一幅 她会找地方喝杯饮料放松放松 再继续出发寻找第二个绘画位置 尽管阿什利没有接受过专业学习 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练习 但技术方面还是相当过瘾 她目前卖画的方式有两种 除了有价格便宜的打印版画外 还有价格更高的亲笔原画 一直忙到中午的两点三十分 阿什利就结束工作 返回到家中吃午餐 由于丈夫因为工作长年不在家 为此她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生活 解决完午餐休息一会 阿什利会编辑一下当天视频 目的自然是宣传一下今天的作品 为接下来的第二次画展打开销路 阿什利忙了三个小时 就到她的户外散步时间 阿什利每到这个点 都会到户外走走放空身心 这对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 只有整个人能能安心下来 才能创作出更加好的作品 晚上七点 阿什利就该去做晚餐了 她晚上的饮食十分随意 通常都是蔬菜沙拉就搞定 吃饱以后阿什利看了会书 就准备要洗澡 外加夜间护肤 她一般在晚上十一点前 就会上床睡觉 这就是国外华裔女艺术家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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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